你可以說他是用恐懼 用恐懼 但他這個恐懼是真實的 民進黨在九合一輸得這麼慘的時候 之後做過什麼呢 是不是在民生方面有很大的改進 在管治方面有很大的改進 而令到他今次得票率提高這麼多 大家可以去探討一下 但當然這個香港反修例的運動 風波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但會不會是一個由社交媒體 即民進黨用社交媒體 來製造出來的一個選舉議題呢 選舉通常會製造一些議題 將兩個極端化 即各種極端 推到最盡的畫面 民進黨面對很多難題 但只要他推向一個極端化的畫面 香港發生什麼情況 他就會對他製造一個選舉議題 令到他增加了投票和票數 這個反修例風波六、七個月以來 香港對台灣示範了些什麼呢 如果我們認真看清楚的話 就是香港政府引讓、退讓 到最後那條條例是收回不要 看到的是警察開始的時候 很長一段時間是克制 不是你們所說的所謂暴力 不便特意 打,不可能是克制 會員支援? 不兩分 明天 提議 我們不敵架 他們在那些東西